台北市文山区的装潢工夫妻 他们的基因定序结果也出炉了 确认就是跟新北市板桥幼儿园群聚案完全一致 显示可能是同一起事件 而以目前国内的资料库来看 这群聚事例虽然和先前在国内 找到的南非还有美国境外移入的两岸是最为接近的 但是仍然是有6到7个位点不同 因此指挥中心研判 这应该是一个全新的事例 至于外界就在猜了 那会不会是跟埃及目前流行的Delta病毒株有关呢 指挥中心则回应 因为埃及的官方并没有公布相关的基因定序 所以难以比对 而至于这个群聚案的感染源 是不是就是来自于板桥社区大楼 专家则认为还没有办法这么快下定论 曾出入板桥某社区大楼的中皇宫夫妻 除了是确诊Delta病毒 基因定序结果出炉 也证实和幼儿园群聚案一模一样 侦测到的序列 以我们国内的这个资料库来比的话 其实最接近的是先前有过这个 南非境外移入跟美国境外移入的两个案子 他们的位点都还是有大概六七个位点以上的差异 主委中心抽丝剥茧 结果发现目前幼儿园群聚事件 感染Delta病毒的21人 基因定序全部相同 而序列组合虽然最接近先前 我国的南非和美国两岸境外移入 但差异仍有六到七个位点 因此研判这是国内全新的Delta序列 而埃及先前虽然也曾验出Delta 但埃及官方并未公布序列 所以难以比对 只是中皇宫从未到过幼儿园 这是否代表群聚感染源就是来自社区呢 先前没有相同的一些变种株的一些情况存在 那是不是代表这是一个情形序列 其实这是没有办法去回答Data的一个变种株 但还是会有一些小序列的差异性 来造成不同的传染力 以及不同的一个 比例逃脱的一个灵散风险 还是要透过有关的一个血清的一些查验 乃至于后续的一些持续追踪 Delta病毒入侵社区 尽管指挥中心强调 现在人在防火墙中 但病毒变异说病就变 想要全面防堵 全民防疫仍然不能有一丝马虎